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万多 双肝 废话 龙眉青年翻了个白眼 来两圈 身边人跟着起哄 龙眉青年咳嗽一声 一翻身坐了上去 引擎轰鸣 涡轮咆哮 暴徒扬长 倒气战斧卷起漫天乱流 凶猛地压过马路 气流吹过几个年轻魔友的脸 几个哥们你看我 我看你 有点懵逼 刚才 那是个什么玩意儿 摩托车 哎 闹呢 他们撒鸭子追出去几百米 燃油机车在国内昙花一现 却并不妨碍此刻 几个小青年 撑着脖子 眺望远去的银色猛兽 嘴里卧槽卧槽个不停 武山身上 赤色团华和杏黄光芒交替闪烁 犹如两道杖鱼匹链 赤色团华名为南梨 杏黄光芒名为中雾 龙纹关刀炫无成满眼刀花 将南梨斩成漫天后劲 可飘飞下来的红色灰烬 打落在赵星的衬衫上 躺出一个又一个的黑色窟窿 疼得赵星满眼通红 咬牙之下 五黑关刀 捂成一团泼沫 黑色水流和中雾 恰如两道胸帽 纠错盘结 十几个呼吸下来 黑色水流逐渐有枯萎的趋势 武山闲庭信步 两只胳膊环抱在胸前 显然仍有余力 这点水准 可打不到我给啊 赵星听得秀眉道平 既然是干扰道具 拿不到 毁了也行 哥 你往后 赵星一声呐喊 黑色水流一顿 顷刻间仰天而起 龙纹关刀指出 只剩下了身上赤红 杏黄两道匹练 交缠舞动的武山 刀杆上 黑色小蛇猛的昂首 两颗骨包从舌头顶处 鳞片脱落 龙须飞舞 利爪争鸣 李尾飘出黑色焰火 小蛇顷刻间 化作杖鱼黑色长龙 腾挪之间 把武山卷在其中 有 武山眼睛一圆 身前两道匹练不住的扭动 却动弹不得 赵星握刀 手背朝上 黑发漫舞 一头一兽 从赵星的背后生腾而出 山羊湖 尸身 生有双脚 通体 洁白如玉 白泽 达于万物之情 小自古精气为物 游魂为变者 凡万一千五百二十种 取自云集七千 那白泽周身 有云气画形 成虎豹 成龙象 成鹰损 成咬山之源 成积海之鲲 最终 画成一朵沸腾的云团 盘旋在女孩头顶 一股恐怖的气息蔓延开来 武山双目云睁 眼中有悔意 赵星小腿一弯 黑色皮靴厚跳 手腕一抬 关刀往上撩雪 杖鱼刀壶擦过赵星头顶 挟过着沸腾的云团 朝动弹不得的武山 砸了过去 石都 石都巅峰 这一团云气 足足有九要级别行走巅峰 舍死一击的水准 这才是有毛主资质的传承 白泽 电光火石之间 一抹黑色闪电 自天边飞掠而来 尖锐利爪 抓住武山手里的斑斓玉轴 羽毛掀起漫天黑流 九痴苏兜 妖野妩媚的脸上 勾勒起一丝笑意 振翅而起 一颗粗壮的手臂 拉住了九痴苏兜的手腕 九痴苏兜一低头 映入他眼帘的 是一口森森白牙 武山的脸上 保湛野心 他硬生生穿破黑色龙身的胳膊 往下狠狠一扯 将九痴苏兜 倒在了自己的面前 沸腾银器 撞在九痴苏兜的背上 云气激荡 泥土崩裂 百年老树露出了乳白色的树根 香山鬼剑筹 顶峰有两块巨大的乳风石 形如香炉 故而得名 惊天的鬼剑筹 从山根往上 颤了一下 山顶的乳风石 被硬生生的晃倒 扬起了遮盖月韵的尘土 九痴苏兜的身子 摇晃了两下 扑通一声 跌倒在地上 腰背连同赤根 黑红血肉外翻 露出森森白骨 哗啦哗啦的浮土颗粒落地 露出武山的脸来 从一开始 武山的注意力 就放在了天上 看尽圣者的时候 按捺不住 流露出一丝气息的九痴苏兜身上 龙虎奇蜜藏 石都巅峰 九痴苏兜 武山如数家珍 他从九痴苏兜身下 拔出右脚 一步跨过了女妖的黑色羽翼 实力不差 脑子不行 招心的手臂 已经颤抖地握不住刀杆了 武山的右手 一个歪斜的角度支着 明显是断了 灵巧的古蓝色水流 包裹住武山的右手 大概几个呼吸 武山灵巧地摆动着手指 一经完好入出 古蓝水流 齐名 北造 众都炎福传承当中 除了品级 部位也有高下之分 武山一步步走进招心 权当护在女孩身前的招五 不存在 抛却师者 实类皆以灵为尊 一兽之灵 万不存一 又以一兽之场而次之 八舌吞下 其肠为胃 嘲凤浩远望 其肠在同 诸如此类 武山洞 昭武洞 请客间 武色其出 骨节宽大 鲸肉球节的巴掌 硬生生 把昭武的脑袋 砸进地里 武山的巴掌 把昭武死死按在地上 枝高临下 蓝绿 白 姓黄 赤红 古蓝 武山身后 五道旗帜 招展飘扬 又如地天古神 哀泽 使鬼神类 盖 万一千一百五十种 其常为通食之心 武山 武山和赵新 脸对着脸 小姑娘 我对你的传承 很感兴趣啊 赵新嘴唇抖了抖 满口银牙 都要被咬碎了 宣明 白泽 都是传承 位列极为靠前的传承 居然打不过一个区区的猫将军 猫将军 我要不说 你知道这是个异兽 东西我们不要了 我俩手头上 还有几 岂有品质的义物 连同我的传承 宣明 一臂负尚 能不能 放我们一马 倒在武山巴掌底下的赵武 语气平淡 他脸上的血 像是蜿蜒的小蛇 模糊了视线 武山摇的摇头 从袖口弹出一枚黑色棋子 丢在赵新面前 我只要白泽 把传承给我 你们兄妹可以离开 我只说一次 别不识趣 好 没问题 赵新的声音干哑 血流进了赵武的眼里 嘴里 一片咸腥 还有苦涩 武山做了个请的手势 你很喜欢喝酒 所以 血明能控水 也能控血 武山看似狂野 心思何等细腻 他怒急返效 语气里是不加掩饰的杀意 说完他 哥 闭嘴 赵武把手指捂在自己的眼睛上 我很久之前 就尝试过 控水很容易 但是控血 就很难 就算是有流血的伤口 普通的血明之力 也很难控制得了 我人的陷陷 我想是因为 水无灵 而血有主 但是如果血里 缠砸了太多杂志的话 只有我付出同样的代价 涡轮渐响 失眠的声音让人不寒而栗 鲜血和不明的液体 横着昭武的鼻梁流了下来 他硬生生的扣掉了自己一颗眼珠子 前后双轮的重型摩托 压碎泥土 银色车身上 一颗绿色的萝卜鹰倒飞出去 武山咬牙切齿 他的右眼骨胀 喷出一道齿鱼血剑 昭武扯着嗓子 呐喊出来 我说最后一次 玄冥给你 放我们走 我刚才说了 别不识趣 武山只感觉腰眼一阵剧痛 一口老血喷出嗓子眼 招心眼前 银色猛兽扑袭而过 将武山整个撞在空中 八点三升魁蛇 五百马力 微石引擎 前后四轮跑车配置 时速六百七十公里 是号称世界最快跑车 布加迪威龙的一点五倍 滚动的艺术品 严禁上道的猛兽 盗起战斧 半空中的武山牙齿甚血 一口浪花式的鲜血 洒在空中 重心摩托像是刁钻的野兽 顶着武山的身子 朝前冲去 两人合抱的老树 被硬生生撞断 树干军裂 盗起战斧蛮横的 把武山顶在树上 武山狼固和车上的人 四目相对 李妍折起腰身 嘴里使劲咀嚼着什么 大拇指按下加速 躁动的车轮疯狂大滑 两人眼里都是密密码码的血丝 好像两头孤狼对望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盖 演播 三双净水 刘兆坤 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